俗话说,人为老,西仙童,为什么这么说呢? 距离来说,一个60公斤重的人,当站着时,膝盖的负重是60公斤左右,走路时,膝盖的负重约是体重的两倍,也就是120公斤左右。 当爬山或爬楼梯时,膝盖的负重增加到体重的三、四倍,也就是180到240公斤,相当于各扛了一架钢琴,人每天轻松自如的行走,上楼梯,膝关节却承受如此大的压力,难怪膝盖这么容易老化、生病。 那么,今天给大家分享,是个简单,最加强膝盖的动作,经常练习,也可以达到预防膝盖出现疼痛等问题。 一、泡沫轴放松,泡沫轴是释放身体紧张的关键,用5到10分钟来滚动以上图片的部位, 臀大肌,脖绳肌,骨刺头肌,缓慢的来回滚动,放松紧绷的肌肉,二、仰卧手抓大脚指示,仰卧,双腿伸直,呼气,去左腿来到胸前,把鱼夹带套在脚掌上,左手抓住带子,伸直左腿,右手往下按住右大腿,重复八个呼吸,半侧重复,三、调试,仰卧,去西双脚分开与宽铜花, 三、脚跟靠近肚,把钻块放在大腿中间,吸气,脊柱延展,呼气,抬臀向上,脚心朝下放在身体两侧,重复八个呼吸,四、相交式,仰卧,双手在头顶延展相扣,右腿交叉搭在左腿上,呼气,上半身向左侧延展挖曲,吸气回征,重复十次,换边,五、三十加换乙式,站立, 呼气,双脚分开与宽铜花,专家在大腿内侧,大腿内收,吸气,手臂上去,呼气,屈膝下顿,膝盖不超过脚尖,重复五次,六、站立一式,三式,屈肘屈膝,跳开大鱼翼腿躺,手臂上去,转脚转身向右,屈左吸,呼气,尘宽向下,脊柱向上延伸, 目视前方,保持八个呼吸,换边,七,站立二式,三式,屈肘屈膝,跳开大鱼翼腿躺,双手体侧平局,左脚跟外展,右脚转向正右防,呼气,屈右吸,大小腿九十度,转头看右,保持八个呼吸,换边,八,亚瑟王式,把毯子折叠接墙法,准备好转快,从四脚跪子开始, 臀部对墙,左脚向前迈出,大小腿九十度,右脚向后,脚背贴墙,双手放在砖块上,出血者小腿不必完全贴墙上,保持八个呼吸,换边,九,半鱼王式,坐立,双腿向前伸直,去左吸,将左脚放在右臀外侧,右脚放在左臀的外侧,从下腹部开始向左扭转,左手放在臀部外侧, 右手放右膝上,时,英雄式,贵子,膝盖并拢,双脚分开,脚背贴地,砖块放在左褲下膀,臀部下坐,骨疼中立,双手自然放在大腿上,保持一分钟,平时多练这几个体式,可以强健腿部肌肉,进而稳定膝盖,已经有膝盖疼痛的干人练习时以轻柔为主, 多关注膝盖处的感受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